叶明珠 特助 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上班了还没有一点规矩 对不起 我今天有一些急事要处理 我发现你好像有很多 比公司更重要的事情 等你去做呀 你是不是准备 先忙完自己的事情 再慢慢悠悠地来上班呀 没有 我保证 下次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 明天为止 把这个读完 整理成三十张一次纸 一晚上这些都要吗 怎么 因为英语不好办不到嘛 不是 我会努力试试的 夏经理 夏经理 走后门进的公司 是不是以后 都打算走后门上班啊 觉得特轻松是不是 还愣着干吗 还不开始工作 对了 赵特助 今天的展示准备得怎么样了 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周永利不接电话 对了 叶明珠 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午休的时候碰见了一下 现在不知道 好好好 跑 你了 这二十五年后第一次见面 居然都没有把我认出来 我把你手的快坐 让我看看 不错 这出了国的人就是不一样 那是必须的 你也认不出来我了吧 今天幸好有明珠在那儿 要不然你肯定不知道我是谁 是是是 喝点什么 服务员 娘 今天需要点什么 来杯咖啡 好 扫了一下 我听说你现在在和顺大厦当监理啊 是啊 你这回来这么长时间 也不出来看看我 那不是想着你忙我也忙吗 听说你现在成为着一名 很厉害的律师 怎么 现在还住在乡婆妃家呢 对 我和我爸现在还住他们家 你好 先生 请慢用 谢谢 Clark 江脸 你是什么时候和明珠联系上的 这个 挺久的了 挺久 多久啊 这 这怎么着也得有十几年了吧 十几年 怎么了 有问题吗 你和明珠是在谈恋爱吗 对 我们是在谈恋爱 正准备结婚呢 你呢 怎么样 这十几年过得还好吗 现在是什么情况呀 我听说你最近在帮明珠找工作 还一直帮她辅导 谢谢你啊 看来你们真的是在谈恋爱啊 我说你小子够阴险的 我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给你写信 你不是说联系不到明珠吗 这十几年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 有很多因素 所以这事我就没告诉你 怎么 生气了 行了 别那么小气 我请你吃饭 算上赔罪 就让明珠一起好不好 好好带她 情侣间的矛盾我本不该多管 我希望你 不要让她再流泪了 你干吗呢 偷偷摸摸 跟个贼似的 跟个贼似的 你干吗 跟我走 去哪儿啊 跟你走 快走 快点 你找我出来 就是要问我这个问题啊 是 我不是不相信江蕾的话 我只是想听到你的亲口去人 没错 没错 我的确 跟江蕾在一起很多年了 她江蕾逼我好的理由是什么 你在说什么啊 别开玩笑行不行 你不会真不知道 我从小就喜欢你了 小时候的事情谁记得那么清楚啊 小时候的事情谁记得那么清楚啊 再说了 小时候你知道什么叫喜欢吗 你怎么可能会喜欢我这种女生呢 我觉得我们两个当哥们挺好的 别开玩笑 我为什么不可以喜欢你 看江蕾就可以了 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 其实 只有拥有相同疼痛的人 才可以在一起的 再说了 你不是还有孟杰吗 孟杰她特别喜欢你 而且你们两个真的很合适 上次我去你公寓的时候 孟杰特别不高兴 我也觉得 以后不太适合再过去了 虽然我很想学习设计 但是我不能伤害孟杰 总之 特别谢谢你 可以让我去彭达工作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明珠 明珠 你幸福吗 很幸福啊 你站住 你找我什么事啊 你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呢嘛 我们怎么样了 我们 你说我为了你们能离开滨海 我甚至替你们还了债 你们干吗也还回来呀 我还想问你呢 上次当成董事长太太 我给你面子 我没找你 你也跑来找我是不是 那我问你个问题 董事长夫人 问我那话是什么意思 他女儿丢了 他干吗来找我呀 这我不知道这事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你天天住他们家 你会不知道吗你 我不是为这事来的 这 我可告诉你啊 你们家明珠 再和我们家儿子交朋友谈恋爱 你知道吗 你说什么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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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那么多了 来 来 来 拿着 告诉你们家明珠 从今往后 不要再见我家儿子 听见没有 你 你 你站住这 要不要来一杯 我都知道我 你不是讲什么 我都听见了 你不是这样子 做什么 我都看见你了 是不是 你会不会给你了 你不是没有 听见我 你不是一样的 你不是一样的 我其实是一样的 我不是一样的 你不是一样的 要不要来一杯 这酒还不错 小超 是有什么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 你有什么事吗 你不是要我帮你收购 一家电器设备产吗 爷爷在外头花钱 替你办事 你却在家里喝酒 夏鹏飞那个王八蛋 比我们想象中动作要快啊 我们要做的事情 他已经着陷入手了 你这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来 喝一个 小超 我知道 你不愿爷爷跟你提这件事 但是我仔细地想了一下 你跟孟杰结婚怎么样 你跟孟杰结婚怎么样 爷爷 您的意思是 让我入坠当女婿 然后再吃掉他们碰打集团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孟杰他不是喜欢你吗 你也不用再辛苦了 一举手就可以把他拿下了 夏鹏飞 他也不可能长命百岁呀 爷爷 这不像是您对我的教育风格 您不是说过我们李家的人 不许做那种卑鄙小人 就算死也要死得光明磊落吗